它是唐宋八大家的背景板 是有两把刷子的小透明 它一直不温不火 混迹文艺圈多年 却依然零绯闻 欢迎来到知识放映室 本期视频 让我们一口气 看完曾拱的一生 曾拱于2019年9月30日 出生于建昌军南风 今江西省南风县 他祖上世代都是文科生 祖父曾志尧当过上书户部郎中 父亲曾一战是太昌博士 曾拱也遗传到了祖辈的文科天赋 他天资聪慧 记忆力非常强 他12岁时 就模拟过高考作文六论 拿起笔就能写 而且文词很有气魄 曾拱18岁时 1037年 跟着他爸进京 那个时候的读书人 都喜欢以文会友 曾拱就是这样和王安石认识的 也因此成为了很好的朋友 曾拱一直有为黎民苍生 做贡献的远大抱负 所以他决定参加科举考试 这一年 王安石也参加了科考 但造化就是如此弄人 王安石高中进士 而曾拱却落选了 为了安慰好友 王安石为曾拱做了一首诗 第一句就说 曾子文章重无有 水之江汉 星之陡 这是王安石对曾拱极高的评价 同时也是对他的鼓励 不过曾拱为啥落榜 还是跟他自己性格有关 当时的考官们多喜欢文风华丽的四六字篇文 但是曾拱这个人 一百斤的体重九十斤的翻骨 他不愿意偷其所好 始终坚持自己的风格 你要我写篇文 我篇补 就要写策论文章 但是主考官哪管你这么多啊 主考官一看 就知道曾拱不是他们的才 所以啊 曾拱虽然很有才 参加了这么多次考试 却都是陪跑 次次落榜 二十岁的曾拱虽然一直没有功名 但此时在民间 他已经是一个小有名气的学霸了 而他也在努力寻求更高的突破 他入太学之后开始投温献策 上述欧阳修并献策 实物策 欧阳修就不用多说了吧 著名的文坛星探 曾拱这样的优秀人才 肯定是要被他挖掘出来 培养成下一代新星的 曾拱死磕策论文 而欧阳修恰恰是一位 新古文运动的提倡者 因此这对仕途是一拍即合 欧阳修时常对身边的人说 过五门百千人 独于得此生为喜 成为欧阳修的徒弟 是曾拱身价被增 有了与朝堂大臣交流的机会 曾拱不但认识了欧阳修 结交了王安石 而且和杜衍 范仲淹等青年才俊 都有书信往来 他投献文章 议论时政 陈述为人处事的态度 自此名门天下 清理七年 1047年 曾拱他爸去世了 他只好辍学回老家 侍奉继母 曾拱本来就是个孝顺的好孩子 他家境贫寒 有一个哥哥 四个弟弟 九个妹妹 父亲去世后 他侍奉继母无微不至 又肩负起了 照顾兄弟姐妹的重任 国外瓢盆油烟降醋的家庭责任 代替了他夜以继日的苦毒 正如曾拱在《学社记》中所写 衣食药物 如舌气涌 积举碎细之间 此语之所经营以养也 但是曾拱并没有放弃他的梦想 他拖着这一大家子 带着兄弟姐妹们一起读书 不仅把他们都拉扯成年了 还给曾家交出了十几个进士 加油二年 1057年 曾拱39岁再次应试 而这一次的主考官是欧阳修 欧阳修主持会试 坚持以古文策论为主 师父为父命题 曾拱这一次终于不再陪跑 他和弟弟曾牧 曾步 堂弟曾父 妹父王无舅 王燕森 一起考中的进士 曾家一门六进士的标题 迅速成为京城头条 但这一年的科考 也不只是曾拱一家的独秀 反而称得上是神仙打架 因为苏氏 苏哲 张仔 程浩 吕慧欣 张敦 曾步 蔡辩等历史名人 全是这一届的模范考生 所以也有人说这一年的科举 是千年之最 说到这儿 还有个尽人皆知的小故事 不知道各位还记不记得 苏氏当年的考试本来该是第一名 但是主考官欧阳修以苏氏的考卷 是他徒弟写的 欧阳修为了避嫌 把这个作者选为第二名榜眼 谁知道拆开卷子后 才发现这篇文章的作者 不是他的徒弟 而是苏氏 苏氏那时还不出名 因为欧阳修的这个小举动 苏氏在当时狠狠火了一把 这个故事里 欧阳修以为的徒弟就是曾拱 那个时候欧阳修认为 放眼天下 只有他的学生曾拱 会写出这样的好文章 可见曾拱还是有两把刷子的 虽然曾拱的知名度不高 但他也绝不是被拉来凑数的 咱们对他不了解 完全是因为他的文章 一篇也没被选进课本里 纯纯九年义务教育的漏网之余 曾拱是古文运动的积极追随者 创作了大量的优秀散文 他的散文可以说是后辈的典范 他的作品《醉心亭记》 《游山记》 《盗山亭记》 《墨池记》等等 在文坛那可都是五星好评 北宋加油四年 1059年 曾拱正式开启了他的仕途 在太平州 金安徽当土县当司法参军 他以明习律令 量刑适当而闻名 北宋加油五年 1060年 曾拱被欧阳修 举见到京师当管阁教刊 集贤教理 他理教出战国策 说院等大量古籍 对历代图书做了很多整理工作 并撰写了大量序文 曾拱除了这几年在京城之外 大部分时间都在基层默默认知 北宋西宁二年 1069年 曾拱被外放越州 经浙江绍兴通判 这一年发生了饥荒 曾拱就张贴告示 小玉所属的各县 劝说夫人如实申报自己储藏的粮食 共有15万单 让他们将这些粮食 比照常平仓的价格稍稍高一点后 卖给百姓 百姓得以就近方便地买到粮食 又不出家乡 而且粮食有余 曾拱又让官府借给农民种子 让他们随秋季的付税一起偿还 这样一来 农事也没有被耽误 宋神宗西宁五年 1072年春 当时曾拱在齐州 进山东济南任之州 他写了一首《永柳》 讽刺骤然得势的小人 乱条油味变出黄 乙德东风势变狂 结拔飞花蒙日月 不知天地有清霜 1072年后 他辗转七八个州 及时处理了很多 涉及百姓切身利益的问题 深受群众拥戴 曾拱就是那种只做不说的官 他根据王安石的新法宗旨 结合实际情况加以实施 他为政廉洁奉公 勤于正事 关心民生疾苦 他所到之处 打击豪墙 兴修水利 减负旧灾 为老百姓做了很多实事 曾拱的围观之道 是以儒家中军爱民理念 为出发点的 既纯粹又执着 直到晚年 曾拱才回到京城 北宋原封五年 1082年 曾拱母亲去世 他罢职回到故乡南风 在这一时期 他创作了很多优秀的作品 西楼 海浪如云 去雀回 北风吹起 树生雷 珠楼四面 勾书薄 我看千山 急雨来 北宋原封六年 1083年4月 曾拱在江宁府 近江苏南京去世 中年65岁 后葬于南风源头 重绝寺 看完曾拱的一生 不禁让人觉得 凭着他的实力和运气 平步青云当大官 应该不算难事 为啥存在感还这么低呢 但如果你真的了解曾拱 你会发现 他早就做了自己想做的事 成为了自己想成为的人 他想通过科举实现的梦想 早已经实现了 不是吗 所以说 近人事 挺天命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你是否有感而发呢 在评论区里分享分享吧